北市道區有一輛白色轎車 就這樣大喇喇停在馬路正中央 行人甚至只能繞開車輛 走在雙黃線上十分危險 事發地點在北市文山區 羅斯福路5段218項 當時的白色轎車就是在單線向道中央 直接停下並直接到對面的藥局消費 完全不甩後方堵塞車流 誇張事件在8月11號下午 有騎士拍下這離譜畫面檢舉 沒想到警方回覆讓他更傻眼 因為無法明確顯示該車輛是並排 臨時停車還是並排停車行為 認定違規事實認證有爭議 因此不宜舉發 明確違規卻不開罰 讓該名騎士痛批台灣交通疑似 相思裡面的話也常常會這樣 因為他有時候需要買東西 在這邊你真的要找一個車位 在下來買東西 可能你可能要繞超遠才找到一個位置 正常來講應該是這樣 針對此事文山第二分局回應 民眾檢舉車輛在車道 驟然減速或暫停 但檢視影片後無法明確顯示 該車輛是否有高速行駛後 驟然煞車減速的情況 因此無法認定違規 而因應新智 一般黃紅線的靈停及並排靈停 不是民眾可以檢舉的項目 同樣不予舉發 今年7月該路段告發 違規26件會持續加強該路段巡邏 及機查違規請勿 國道5號每逢假日必塞 尤其週日收假北返潮 更是必出現排隊車龍 8月18號下午2點 有一名超扯男子 竟直接把管制車道用的三角錐移開 再上車插隊上國道 畫面也同樣被路口監視器拍下 同樣要被開罰 前方應該是需要有一些引導 或是有一些指示 讓他可以提前賄入 消息分局表示 擅自移動三角錐 一道交條例開罰900到1800元 違規即1點 至於插隊行為 因為是民眾檢舉 目前無法開罰 TVBS新聞中一輪 簡大城無敵台北宜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影片下載TV 谢谢观看